南投县好山好水好风景 近年来极力推广旅游观光 由中央资测会举办 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 辅导民宿业者 结合网路的便利性 让资讯透过网路 更快抵达消费值的手中 除了可以提升能见度外 还能提升观光产业竞争力 历来就是民宿的业者 都是单打独斗 那现在因为县政府 就是协会配合县政府 这边要推展国际市场 那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订房系统 所以今天特别民宿协会 邀请了相关的通路商 还有一些相关有经验的业者 来办这个讲习 希望透过这个讲习来辅导 就是县内的业者 他们在通路上 有更多的方式跟选择 然后辅导他们这部分去做加强 民宿业者 结合我们济南大学 来办这个 我们所有民宿的形象 和推销广告的一个座谈会 我想对我们所有的民宿业者 里面有什么问题 拿出来讨论 把问题拿出来后 来交由我们济南大学 专家学者来帮我们帮忙 来辅导我们的民宿业者 提供一个很好的方向 来做一个行销 民众出外旅游 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网路查询 便能获得相关的资讯 这就是网路的便利性 议员廖志成提到了 福里地区能够结合网路的便利性 能让民众更快了解 福里好吃好玩的相关资讯 南投观光资源相当丰富 期盼这样的研习课程 都能够让业者满载而归 并且运用网路的便利性 提升观光产业的竞争力 民意新闻黄玉怀 普里采访报道